大家好,西红柿炒鸡蛋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家常菜 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很多人都炒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五星级酒店大厨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从树下摘两个西红柿 用刀从顶部打上十字花刀 两个都处理好之后放入一个黑色的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101度的开水 把西红柿烫一下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几半大蒜切成蒜末 切完放入小碟子中 拿出我家刚刚顺产的五个鸡蛋 将它们依次倒入大碗中 用黑色的筷子充分地将它搅匀 加入少许的白醋去腥 一勺水淀粉 可以让鸡蛋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继续充分地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西红柿已经泡好了 把它取出来,很轻松地就可以撕去外皮 去皮之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去除西红柿里面的根地 它吃起来影响口感 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大大的小块 切完装入碗中 锅中油温烧热,倒入搅拌好的鸡蛋液 炒鸡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高油温 下入蛋液,这样鸡蛋会迅速地膨胀 吃起来的口感更香 然后用铲子不停地推动 让没有定型的鸡蛋液可以受热均匀 煎到底部金黄之后,翻面煎另一面 把鸡蛋煎熟之后,用铲子分成小块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盛出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把切好的葱蒜放进来 开中小火翻炒出蒜香味 再倒入西红柿块 大火翻炒一分钟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然后放入10克的番茄酱 加入番茄酱可以中和一下西红柿的酸味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有层次 继续翻炒一分钟 倒入少许黄河水 煮上两分钟,煮到汤汁变得浓稠 这个时候倒入鸡蛋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松鲜鲜调味即可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加了 出锅前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把汤汁收至浓稠 让汤汁都挂在西红柿和鸡蛋上面 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好吃的西红柿炒蛋就做好了 有的人喜欢默默的看视频 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星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 这样做的西红柿吃起来汤酸开胃 好吃又下饭 拌上米饭或者是面条 那味道简直绝了 就连我家挑食的三个女儿 隔三差五点名就要吃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